你听过北京也有一个悬空寺吗? 今天跟着三宝一起去寻找神秘的悬空寺遗址 从地图上看 这个始建于明朝的门头沟悬空寺 就在龙门剑景区内 但我们跟着导航走 并没有找到入口 寻找了几个村民 如果不是在路上用望远镜看到了悬空寺 入口还真是不太好找 最后我会放出地图供大家参考 景区这几年应该是已经废弃了 顺着台阶向上爬 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悬空寺 路上要穿过一条险要的小隧道 仅供一个人通行 爬上了有一点难度 不过上来之后就豁然开朗了 站在半山亭向下望去 群山翠柏尾尽收眼底 心旷神移 相信来到这里的小伙伴 一定会觉得不需此行 虽说景区已经废弃 但这里应该还是有人在管理 香火一直没有断 供奉着援军圣母 龙王和弥勒佛 下面我来详细说说怎么走 先用导航搜到龙门剑景区 最后一小段路别按导航走 回到景区时走双大路 到第一个发辖弯 有个停车带 对面就是景区大门 地图我标注出来